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索爾 又到了每週更新的日子了 我們依舊來談談這週更新 來談談這週更新事項 每週與卡車活動吧 首先第一個更新是十字系第八章 這跟我上個禮拜的猜測是有點落差 我本來以為他會先開十字系歸真第四章 之後大更新的時候才開第八章 沒想到他直接就開了第八章了 但結果都是好的 那這樣我們的主角三能重 就可以順利升到五星了 這樣大家對於主角不能生氣的怨念 也會稍微減少了 十字系第八章開啟之後 也能掃上更多的材料 算是一個還不錯的更新 這樣大家也有事做 不會無聊漲潮了 接下來是精選池 這次的精選池是殷劍品、古倫德跟子豐 比想像中的還好一些 本來也會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配兩個守門員 所以他這次大概只有古倫德比較稱得上守門員 所以精選池我的建議都一樣 假如你的抽卡是比較足夠的 就可以考慮抽一隻起來 抽了就跑 但這個新奇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因為下周很有可能會出新角 所以我建議可以暫時先不要抽 因為卡池有兩週的時間 所以可以先等一下下周的更新 假如下周更新確定是出新角 抽卡支援比較不足的朋友 如果想要抽下周的新角 那可以先抽完新角 抽完新角後 還有多餘的抽卡支援 再回過頭來抽這個精選池也不遲 因為只差一個禮拜 並沒有差很多 避免你抽完了精選池之後 下周新角出了 你沒有支援抽新角 那反而會更尷尬 所以這個禮拜我的建議是 先忍一下 先暫緩先別抽卡 先看下個禮拜的結果 假如下個禮拜出新角 那我就建議抽完新角之後 再看看剩下的支援量 再來考慮要不要抽這個精選池 接下來地上活動是這個堆金機遇 他原本這個公告裡面 他沒有寫得很清楚 我們直接來看這個活動內容 這個活動的內容很明顯就是一個儲值活動 就跟每個月7600那個光風季月是一樣的 他就是把之前因為卡池加速而被省掉的指風皮膚 就是被省掉那個指風的光風季月皮膚 他現在換個名稱就拿出來賣 這一點我覺得是不太可取 雖然金額變成了5000 但是大師兄就不見了 只剩下指風 當初入服這個詞 是大師兄跟指風兩個 的光風季月7600 但是這下就只剩下指風了 大師兄就沒了 而且還要5000 即使你真的很想要 我的建議還是先等一下 因為上一期的光風季月結束 下一期的光風季月很有可能會跟下個禮拜的新角 一起出 雖然現在事實上有一個說法是 因為有這個活動的關係 新角可能會延遲兩週 但我的看法應該是幾率較低 因為在延遲兩週 玩家就要跑光了 所以公風季月跟這個活動 重疊的可能性是蠻高的 所以如果真的很想要指風這個皮膚的玩家 我也是建議等下個禮拜公告看看 假如下個禮拜公告出了 公風季月也是正常出 那這兩個活動就可以重疊在一起 那真的想課金的玩家可以 下一期的光風季月 跟這個指風PV一起拿 就不會說你課完之後 就跟你講說 欸不好知道下個禮拜有 公風季月又出一個新的 你還要再課一次 這樣就很浪費了 這個活動的建議跟三個卡字一樣 一樣先等一個禮拜 等下個禮拜公告 再決定要怎麼做 最後一樣還是有禮包 好這次禮包有兩個 一個是這個SSR魂石 這真的是太混了 這個看起來就是從孟詹那邊超過 天地劫拿SSR 寫這個公告的這個負責人家抓一打屁股 檢查都沒檢查就直接放上來 SSR魂石 對這邊就是絕品魂石 都那麼SSR 那是搞笑 第二個是這個自選箱 這次自選箱是優良 咒詩兵師 魔術師跟久安諸妇 看起來普通普通啊 禮包的建議我還是跟之前的講法是一樣 你假如有能力買 你覺得OK你就買 你覺得不OK就不買 非常的簡單 好以上就是這個禮拜的公告內容 跟我建議的事項 大家下個禮拜見喔 掰掰